喜欢吃花椰菜的民众可要特别注意咯 最近农委会农业试验所历经33年的研究 终于成功把国外的紫花椰菜 驯化成了土生土长的台农一号 抗化能力以及营养成分 比起市面上的花椰菜也高出许多 预计最快明年冬天就可以量产上市 市面上有青花椰菜 白花椰菜 但您吃过紫花椰菜吗 农委会农事所凤山热带园艺试验分锁 历经33年的驯化研究 终于把国外的紫花椰菜品种 孕育成土生土长 生长其短 而且可以适应台湾高温 多湿气候的紫花椰菜台农一号 明年冬天将量产上市 它的品质就是它的风味非常的好 而且它营养也很充足 比一般的花椰菜今晚还来得到 那像我们讲的它花青素 就是抗氧望的也很强 花椰菜身上的梦幻紫色 就是抗老圣品花青素 抗氧化能力比白花椰菜更强 且富含大量维他命C 吃起来质地绵密细致 幼苗还可当蔬菜食用 花椰菜心也可腌制品尝 全食物利用营养加分 提供消费者另一种不同的选择 联合晚报棚宣雅台北报导